講一下林鄭月娥的問題 現在還有很多人在說 林鄭真的很廢話 什麼都沒有做 還在留言而已 最主要就是用第五波攻擊林鄭月娥 就說政府也不管 公司也不管 怎麼管啊 其實第五波之前 政府是叫了大家留在家裡 農曆新年的時候也有 就算還沒到農曆新年 聖誕節的時候 其實也叫大家不要去開Party 不要群聚 不要群聚 深色寶島關又更正高鐵可以戴火機 我不知道 我知道高鐵有個桶 很多人去到那裡就把火機扔掉 是不是可以戴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經常都以為不能戴 當然是可以戴的 香港的情況 當然你說第五波的疫情是不是很嚴重呢 其實是 但是 責任其實是人人都有份的 永不落空的 現在在香港就有一班人不斷在說 這些第五波最壞都是林鄭月娥 最壞都是陳兆遲 他們不懂得做事 有些人就說我們愚蠢 我們不懂的 我們不懂又在說 有些事情 要比較一下不同的地方 香港其實那個警權就不是那麼嚴重的 就是警察呢 他們能夠做的事其實是不多的 不是的 可以寫一單的 是的 寫一單那些 但是你可以怎樣 如果那些人不守一個口罩令 不守防疫令 他是可以被人抓 但是呢 通常都不會抓他的 那個事實就是 那個事實呢 警察也是會先勸諭的 然後才開罰單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就是根據我的了解就是這樣 不是很隨意去做的事情 那 內地的情況就是 當然很不同 內地的情況 我不是說他們濫權 而是他們在權力上 是多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如果你不守那個防疫規定的話 他可以抓你去行政拘留 在內地 你在香港可不可以行政拘留 沒有這件事 其實是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件事 在香港的情況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不一樣的 對內地社會 對香港社會 有了解人的 一早都知道不一樣 在香港那些人不掃安心出行 如果去商場不掃安心出行 警察可以做什麼 警察其實什麼都做不到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都是 叫你掃回 發現你沒有掃 保安那些人 他叫人掃 被人罵回頭 罵回頭 說什麼就掃 昨天掃了 又掃 所以 那個情況 我覺得有一班人 他們借了這件事去做議題 尤其是第五波的時候 做議題很容易 因為第五波真的死了很多人 但如果你第五波的時候 去公道一點去看 特區政府該做的事情 其實做了 要大家去打疫苗 我們都有做的 我們經常都叫人去打疫苗 香港社會其他人有沒有叫人去打疫苗 你自己在罵特區政府的人 你什麼時候去打疫苗 有些人就出來說 我打了疫苗 政府很壞 你有沒有叫你身邊的人去打疫苗 事實就是 香港整體接種疫苗的比例就很低 第五波的時候爆得這麼厲害 某程度上就是 疫苗接種率真的低得不得了 而且老人家 就被某些媒體嚇不敢打疫苗 而在社會上 有些影響力的人 寧願不說這些話 寧願不叫人去打疫苗 我們的影響力就越整越沒有 因為 問題就是叫人打疫苗 好像叫人去死一樣 因為 人們遂了針後人亡 你們叫人打毒針 就是這樣 這些是離譜的 有時候看到 就是非常難搞 Jackman說 香港做得最好是吃屎 因為吃屎的情況就是 他會停賽 他要停屎 吃屎是有另外一件事可以捏住他 這些都是特區政府做出來的 這些政策 又說特區政府什麼都沒有做 陳肇始什麼都沒有做 林鄭月娥什麼都沒有做 說真的 你們這些傢伙 智商有多少呢 大概我看到說話都知道 Happy Wonder就是弱智無瑕 但是 但是 問題就是 他們這些按摩 是拿了話語權 事實就是 而且媒體也是 培植那些人 有多低B 就做到多低B 為止 Kimora Conney 就說 他回香港仍然沒有人理會 你索不索安心出行 其實 我們都知道有這個問題 商場是最大的問題 事人機構都不配合 現實就是 在最有需要防疫的時候 沒有人配合 其實在香港是 那這個關什麼 林鄭月娥事 關什麼陳肇始事 Cord Wing Error 就說 鼠王昏大哥去了 就罵政府防疫 他又不叫他大佬打針 就是我們講了很多例子出來 他們那幫人 就是令到 所有市民都覺得 他們自己沒有責任 所有責任都是政府那裡 但是 其實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抗疫防疫 一定是多方責任來的 不只是政府做就做得到 其實是 莫叫姐姐說 香港現在沒有人來 我們都知道 現在人們覺得沒事 所以疫情一定會回來的 當人們不索安心出行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會怎樣 如果以香港這個人口比例的地方 疫情數字很快就會上去 就是三千、四千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我告訴大家事實 有些人說 你亂吹嚇人 不是嚇人 問題就是現在 只是靠 維蜂強檢和強檢令 它只是能夠減慢 散播速度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 在食股市場 現在他們 吃東西是很自由的 吃東西又吹很多水 是啊 我們看得到 有些人拍照 又不用戴口罩 有很多東西玩的 所以 很難搞就是這樣 Paper Wonder 香港現在也差不多兩次 我告訴大家 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 肯定是會上去的 這個趨勢說 還有人寧願中新官 也不願意打疫苗 是 有些人在罵 就說 政府的上部系統很差 問題就是這樣的 你們 如果大家都聽了政府勸喻 不要四圍亂叉不去的話 是不是疫情會爆得那麼厲害 一爆得那麼厲害 其實是蛇都會死的 是人人都有份的 Cindy Law說 第五波是死了九千多人 但是這些人 九成多人都沒有打疫苗 而各地報告公佈 打了三針的免重症率 是98% 如果這些死了的人 都打了疫苗 是死少八千多 九千人 這個問題是政府嗎 根本最大責任就是 市民自己 自己放棄生存權 應該後果自負 不應該入政府和官員數 但是現在也有很多人 將那個責任 推到林鄭 推到陳肇始 那裡 陳肇始是廢的 這樣 Cindy Law說 呂刺華請了打四針的肥媽上節目 是打針沒有用 我就告訴大家 這些人是不得了 不得了 其實肥媽她自己 某程度上 她打了四針沒有用 都是因為她那個 注重的衛生程度 是不夠高的 警覺性是不夠 周圍去吃東西拍片 你周圍去吃東西拍片 拍片又不戴口罩的 那當然是糟糕了 你張開口說話 當然是高風險 是不是傻的 但是最嚴重的就是 他們那些人是成了一輩子 我只能跟大家說 他們是成了一輩子 他們成了一輩子 結果 就是搞到 比較理性的人 看到社會 不妥 你這樣罵政府不行 結果是異類 比較理性的人 是異類 所以嚴重到不得了 Vivian Ted 說肥媽又是群聚 就是了 她自己群聚當然會被抓 Vivian Ted 說 醫管局有建議員 其實應該不只是建議 她出了記錄 有網友發了給我看 就不要參加群聚 包括婚宴 其實根本是有風險的 收權量就是商場根本沒有人掃 我們都說過 如果商場也沒有人掃 你根本無可能壓止那個數字 之後一定會彈上來 即是那些人出去商場買東西的時候 警覺性一低 她的數字一定會上升 而且現在是沒有人說抗疫的 你留意一下 他們那些人 這個是很離譜的 我們也是很粗淺的看法 這個現實問題 我自己看到 就是現在抗疫會更難 抗疫防疫更難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他們那些人都改口 所以很麻煩就是這樣 他們那些人都改口的時候 你要防疫 要跟內地通關 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他們在林鄭或者陳兆史做的時候 跟內地通關就是一個議題 當陳兆史跟林鄭不能做了 通關就不是議題 李家超也說了 很難他會繼續嘗試 那就收拾吧 林鄭不是說同樣的事情嗎? 然後有人竟然這樣搏 就說 時而世易 有什麼改變了? 病毒不是一樣嗎? 而且病毒還在變異 內地還是動態清零 基本面沒有變過 其實 現實就是基本面沒有變 在基本面沒有變的時候 唯一變了的事情 就是陳兆史跟林鄭沒有做 他們不會做的 6月30日做完最後一天 7月1日就不是他們 所有問題都解決了 原來你要解決的就是兩個人 或者再加上一個鄭若驊 原來你們要解決的 只是三位雷高解決了 就算了 原來是這樣的 Joy Pong說 社會人多 物易做的事 他們最擅長的是找最蠢的人 以及找不同的人去說同一番話 我們這個台就這樣 我們這個台有五個人 五個人其實說的話都有點不同 真的 其實大家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一個台有五個看法 有時候是 在一些事情上 但是不是的 他們五個台的看法都是一樣的 他們不斷說 說到你 洗腦腦為止 說到你心裡 很嚴重 Kimura Conny就說 我在香港 不出街堂吃 很害怕 感染 這個就 好笑 這個真的 好笑到不得了 香港人是不害怕的 無敵的 有一大群人現在覺得自己是無敵的 老實說 我自己現在有時候都會出去堂吃 但是我自己都會盡量戴上口罩 吃完就馬上離開 吃完就馬上離開 拍了長座 面壁 就一定不會坐在牆的中間 Kimura Conny就說 現在的症狀不明顯 很多人想躺平 包括有些議員 在電視港要和外國通關 我就告訴大家 疫情到現在都是未完 在內地的情況 為什麼要收到這麼緊 其實內地和香港 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就是 香港死亡人 都被淘汰到林鄭月娥 陳肇始 那裡 換過人 那些人就不記得了 事實就是 F森就說 公道點 打了疫苗 就是以防中疫之後 不會有生命危險 以及不會重病 不是百毒不侵 你的感染率都會低了 我們都要先說 你說打四針都會中 那麼問題就是 其實 你是不能夠 不做一些物理性的隔離 譬如 你拍片的時候 你不戴口罩 其實你的口水花 到處飛 然後隔離的人 那些口水花又到處飛 你愛我們正在工作 有些人拍了一條視頻 之前 上年年尾的時候 就拍了 我們正在工作 不怕的 不算的 你們也有些防疫概念 才可以 是不是 沒有防疫概念 一班人是 Polich就說 那些老年人 就要打針 以及要打加強針 其實是要打的 有些人說打四針 沒有用 其實這些人就是很壞 我告訴你 他再新言去說 就是說 內地的疫苗沒有用 因為他們是打科興的 有些人還說 要打國藥 很多人相信 覺得科興的弱力 沒那麼重 寧願打科興 我認識一些 身邊有些 有些 有些黃友 可以這麼說 他覺得 都信了針後人亡 既然知知針都針後人亡 不如選一個輕一點 就沒那麼容易死 所以就去打科興 其實 西方那種做法 是不是躺平 其實都不是 我也要說 西方他們有他們的做法 他們寧願撥些資源 去搞人家 即是長身官 我就撥些資源 去醫治 現在西方的討論 很多時候都是說 那些人長身官 要怎麼處理 就是他當了這個病毒 已經是生活的一部分 這樣 內地的情況 其實就是內地 過去兩年多 都是沒有病毒傳播的 嚴格來說 有些大城市有 一劑 像上海一樣 一鑊厲害的 即是有些病毒傳播 但是 其他地方 是沒有這個病毒傳播的 嚴格來說 有疫情 都是一千宗以下的時候 每一千宗以下的時候 就是禁止了 其實就是 在內地的情況 一般人對於這個病毒的免疫力 基本上是沒有的 這也要說回真相給大家聽 沒錯 疫苗是打了 但是 第三針是很少人打 現在在內地 又是信了香港媒體《針後人亡》 因為《針後人亡》的圖 是上了內地的 傳得很厲害 在微信那裡 《針後人亡》的報導的字 很多時候 人們是截了一個圖 在動房那裡截了一個圖 在APP那裡截了一個圖 接著就傳到內地 搞到內地的老人家 都是不敢打第三針的 其實就是 還有 不單止是動房是這樣做 大忌院也是這樣 大忌院就說 打完針後會有白血病 說這個國藥 有白血病 小朋友打完針後 就流了鼻血 那些 接著還會生癌 大忌院真的是這樣說 有人真的截了 又是傳回到內地 就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難搞的地方 就是 有一幫人 是不斷在內地搞事情 不斷搞這些事情 其實就是 到最後 那個劍 又是指向雜生 其實就是 收券娘就說 應該在商場超市捉下 沒有掃 安心出行 放上網說罰錢 那些人就怕一會兒 現在 你要求人們去掃 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 現在沒有人說要跟內地通關 也沒有人說要清零 因為林鄭 沒有議題 陳肇始不連任 沒有了這個議題 沒有了這個議題 你再要加強防疫措施 是難上加難的 還有 還有一件事 盧寵茂也說要研究一下 要減少外來的人 在香港隔離的時間 盧寵茂這樣說的 陳肇始也沒有這樣說 盧寵茂這樣說 盧寵茂這樣說 那些人是照單傳收 四方果姐 就說他去瑪嘉莉覆診 姑娘問我打了一支疫苗 我打了四針 他就打了這麼多沒用 這個 就 不是真的 其實 打四針是否比打三針一點 根據外國的一些數據 就是打四針 那個預防能力是會比打三針一點 但是 即是根據外國的研究 就是這樣說的 如果打了三針之後 再一個突破性感染 你的抗體數是最高的 就高於打四針 打四針的人當然是沒有中招 當然是計 GTR就說準備打第四針 Wu Howard 說有些買醫生紙 當然有些人是這樣 Ko Kimi 說我也是四針 第四針打小腹 反應大很多 怎會沒有用 其實打一針是一定有用的 所以 當年澳門做得好 其實澳門的人是比較配合的 你看得到 在香港做和澳門一樣的事情 根本是不可能 你自己看看葵沖村的時候 是發生什麼事 那時候就這樣圍風一棟樓 最初的時候 那些人就吵圈巴閉 然後那些垃圾又拍了一張照片 又說政府做得不好 四方那些 連那些垃圾都用來攻擊特區政府 即是你說香港幾難搞才行 F-Sum 說外國已經準備第五針 其實準備是會打應對Omicron的疫苗 其實香港現在都在做研究 國藥不是在香港做研究 其實有些人沒有留意 讓我看看 香港藝民說 大紀院不知道有多少人打了針 有多少人感染了 大紀院是知道的 不過是造謠 大紀院是賤到無論的 我只能夠把動房和大紀院 界定為同一類的媒體 尤其是在打疫苗這方面 動房比大紀院還差 其實就是 大紀院主力就是抹黑中國疫苗 動房就是 無論中國疫苗也好 外國疫苗也好 它都是抹黑的 是很離譜的 Paul說他在加州 第三針 應該不是第三針 他說第三針 第三針應該是第五針 應該是秋天的時候打 第二針是第四針 所以 是會打加強針的 現在全世界都在說打加強針 Raymond Lee就是大紀院也相信 幫不了他 其實 大紀院在內地有些人相信 其實動房也是有些人相信 也不少 是啊 所以很難搞 現在內地的情況 不是那麼容易處理到 好像上海一樣 是打贏了保衛戰 但是矛頭現在全部射向李強先生那裡 變成眾賜之敵 為什麼做得不好 為什麼不是一早押制了疫情 其他地方都可以 為什麼上海不行 其實 人們一問為什麼 哪裡不行 其實已經不太了解社會 其實 一個社會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像上海、香港這類型的地方 其實太多 我的看法 不守規矩的人 當你有太多不守規矩的人 他就會這樣 Cindy Law就說 動房昨天已經報議員 說要局部通關 縮檢疫期的星日龍 田北辰要求檢疫期縮至三天 香港的個案 香港的檢疫期縮至三天 香港的個案 數字就會多很多 事實上 有人說要取消檢疫期 香港的檢疫期的數字就會高很多 你是否真的可以接受到呢 我剛才說過檢疫期的數字 可能會疾了一下 不太行的 小南就說 現在有人吹到 打第五針會死 那麼容易嗎 這些是很荒謬的 Wen Georg Lee就說 澳門的公務員和議員 是全力配合政府的 而且會為政府補充流動 很少人罵政府 其實是補位的 但是香港的情況就是 因為林鄭弱勢 因為19年那件事已經很慘了 搞到 到了2020年的時候 疫情又來 當然有很多人索性說 林鄭腳頭不好 還說最壞的是 特區政府有三個女人 陰氣太重了 真的不是開玩笑 那時候找一些原學家來講 動房那些 所以我就說 這個文字是有問題的 這些是弱智的說法 人人信就可以了 他們不介意 他沒有所謂的 其實香港的文字是很差的 我也要說回 跟內地和保護比 都是差很多 Vivian Tech就說 有警隊人員說 兩個月後通關 其實警隊經常傳一些謠言 尤其是那些激男友 我告訴你 經常都造謠 都不知道他們的消息從哪裡來 接著 每次都是說謊 到最後就是 有一群警員 有些人進了他們的群組 看到他們 又是狂罵 特區的女官員 所以我們一早就跟大家說 他們成了一輩子 他們成了一輩子就很嚴重了 佐特就說女官下台就沒有外防輸入 不用防 對 不用防 所以真的很好笑 那 Wing Chiyang就說 我比較燥 一聽到針後有事我就罵 我都打齊針又不見 我有事 又死了 你罵人 被人罵回頭 你會 你會叫人去死 離譜 那些人是很好的 何福就說 京都裡面有很多激男友 是很多 所以我就說那些激男友 問題很嚴重 就是這樣說 是很嚴重的 那些激男友是要求你們怎樣 有一部分就是 就算警察被人告上法庭也好 都要支持被人告上法庭的警察 其實你自己想一下這樣行不行 我自己一看到就知道 你這樣的要求其實都很不合理 這樣的要求實在太過分了 這些真的要求盲撐 其實林鄭月娥那時候說 說不會盲撐 警隊其實說 其實這個沒錯 她說得沒錯 有些事情你撐不到 犯了犯就不會支持 你怎麼撐 警隊要發法 一定要合法 警隊要發法 一定要合法 一定要做合法的事情 一定要把權力放在籠裡面 這個習主席也有說 還有現在還有什麼 我們經常都拿本書來講 習主席也有說 全面依法治國 建設法治中國 對嗎 這個是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重書 連香港也不講法治 那怎麼辦 不行 好了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再講其他話題